为在瑞芳市区的借寿桥 是于民国99年改建完成 钢拱形无洛敦的桥梁 只是时间一久表面开始锈时 当地医长也向议员离奇反应 议员要求养工处要尽快补墙 今天议员离奇也到借寿桥来视察 已经开工的情形 预计11月11号前完工 保障桥梁结构安全 这座天蓝色的钢拱形无洛敦桥梁 是瑞芳市区相当显眼的借寿桥 于民国99年改建至今 也已经有7年的时间 再加上瑞芳地区多余潮湿的天气 桥梁许多结构都已经开始锈时 因为我们瑞芳这个仪气比较长 所以造成结构锈时非常的严重 我发现在去年 我就向我们的林医员反应 医员也非常的努力向市府去争取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虽然保固期还没到 那我也要求了养工处 要请那个工所请 那个合约厂商必须要进行 接合处的补墙 那在去年的时候 五年的期限已经满了 那今年特别争取了1100万的经费 针对整座桥梁的锈时涂装 当地医长表示 这两年陆续发现 桥梁主体结构有多处锈时的迹象 而且锈时的速度相当快 而加上瑞芳多雨潮湿的天气 使得桥梁很多地方都锈时严重 也担心桥梁结构的安全 在前天9月5号 终于能够来动工 来涂漆整修 我们希望我们的施工单位 能够确保品质 给我们的结构 做好 以防再很快就那个修饰 那也因应了我们瑞芳地区 东北季风天气的关系 那这次特别加强了三层的涂层 能够将防锈的状况 做到最完整的情形 那因为有民众反映说 为什么不要将整个桥梁 来做彩绘 那在这边也刚好 跟民众报告 那因为属于钢构结构的桥梁 那一般如果彩绘的状况 会比较没有办法 发现到锈时的状况 所以会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般 钢构的桥梁 都是以彩单一的颜色 医院林奇表示 目前养工处进场 将进行为期两个月的 防石涂装改善工程 而这次涂装将采取三层的油漆涂料 更不容易锈时 另外也有民众建议桥梁彩绘 但彩绘后不易发现 锈时的部分 故安全上有风险 这次预计花费一千多万 11月中旬完工 介绍威 瑞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